12号 市委书记薄熙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听取全市改革开放的情况通报 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指出 要及时总结经验 统一阵势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推动重庆科学发展 会议还听取了城市建设方面的情况汇报 会议认为 这些年来 市委市府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 结合重庆工作的实际 积极推动改革开放 有创新 有突破 而且操作稳健 设计周全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们以开放促开发 以改革促发展 全是经济社会呈现出加快率先之势 去年GDP迈进万亿俱乐部 多项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国潜烈 实现了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又好又快与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 探索了一条民生导向共复发展的路子 会议认为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 我是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提前一年实现预期目标 去年 利用外资由2007年的10亿增至百亿美元 积身全国第一梯队 对外贸易总额有5年前的74亿美元 增至350亿美元 海外投资几乎从无到有 两年实现了110亿美元 外地货物经由重庆转口的货运量占比达到32% 离岸金融结算不断扩大 开放高地建设之所以有效 得益于5个重庆建设和商务环境的改善 更得益于开放过程中的十大改革创新 通过创造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的加工贸易新模式 开通于新欧国际贸易大通道 创新内陆保持区 率先开展加工贸易 离岸金融结算等开放领域的创新 重庆构建起了有利于大开放的大环境 大平台 利用全球资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会议指出 重庆抓住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契机 通过开放发展生产力 还通过改革调整生产关系 促进缩差共负 公平正义 在全国率先大规模建设公租房 计划三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 目前已配租11万套 率先开展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 一年半转户322万人 为重庆的大发展积累了后劲 发展微型企业5万多户 带动40多万人就业 创建土交所 药交所等要素交易市场 推动农村产权改革 调整收入分配机制 促进共同富裕 会议强调 改革开放式发展的根本动力 要进一步统一认识 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继续向改革开放要效益 要根据实际情况 围绕具体问题 大胆的是大胆的闯 以更大的勇气推动改革创新 还要头脑冷静 高度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 把方案想得更周到 并在推动过程中科学试点稳步推进 要及时总结经验 搞好宣传推广 同时不断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进一步促进重庆的科学发展 会议还听取了城市建设情况汇报 会议认为 这些年来 市政府及各部门在城市建设方面 科学规划整体推进下了很大功夫 城市面貌大有改观 广大市民受益 外地客人满意 我们干了几件大事 三年种了三十年的树 还多是银杏 香樟 桂花等大树好树 拆迁改造城中村和微旧房两千多万平方米 改善了原住民的居住条件 开展主干道建筑立面和背街小巷环境整治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规划设计一些主体建筑和大型广场水平也大幅提升 新建了一批公园绿地广场 市民六弯休闲有了更多好去处 由于组织得当 主城还基本实现布塞车 车行平均时速达三十公里 城市建设既统筹了城乡发展 又改善了百姓扶持 是实实在在的德政工程 民生工程 会议指出 城市建设绝不是样子货 它即使民生也是环境还是发展 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影响着一个城市的商业环境和整体价值 重庆坐拥两江 得天独厚 城市又处在大发展的关键期 只要花心思下功夫 精心设计 精雕细刻 就有条件后来居上 会议指出 今后还要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精心打造两江四汉 为山城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改造主干道商业街的店面和人形步道 既要增添商业气息 也要体现文化品味 进一步提高城市规划设计水平 加快区县城建设 做好备街小巷 公共厕所 垃圾收集等 城市管理的细节 让老百姓生活得更舒心 外来客商更安心 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